反弹曙光乍现又消失 唯一救援到底是航太还是网通呢 真正的答案就在他们背后 欢迎来到古墨泉冰 2022年实在不太平 真是一个动到不安的年代 天兵被吓到了好可怜喔 今天应该没有挖到好化石吧 我今天要挖到一个超厉害的喔 一定能打败大兵 既然天兵这么有信心 今天就你先来吧 我今天挖到的是航太化石 随着欧美边境解封 台湾航太业迎来营运新契机 包括汉翔、祝隆还有成田等 都因为订单增加不约而同的准备新建新厂喔 相信这个也会反映在未来的营收上面吧 你这次挖到的真的很不错耶 我听说航太产业的客户都开始回流要下大单了 不过我挖到的更厉害 我挖到的是网通化石 网通厂六月营收可谓是大爆发 虽然现在通膨杂音不断 不过网通产业跟消费性电子不同 上网是刚性需求 所以网通厂的订单不受通膨影响 订单能见度已经达明年上半年了 甚至有些厂商已经开始洽谈下半年的订单囉 看来下半年的业绩持续走高 无庸置疑啊 网通的确比其他电子鼓厉害 所以这一局 鼓跟大兵是平分春色 是平分秋色 不管是春色还是秋色 都不如我的美色 好啦我们赶紧回归正题 这个不知道谁写 我硬后摆这个pose出来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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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石头 我们赶紧来帮大家鉴定这个化石 在上一集古墓奇兵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一道月光宝盒 你要去留下这个航太产业 跟大家分享这个月光宝盒 其实跟航太有关的 那为什么这时间点 要去留意航太产业呢 因为解封后对航空股 是利多出境 但是对航太产业 则是一个利空出境的开始 因为民用航太会重回一个成长领域 接上近期台湾首度发射这个火箭 那这个火箭顺利升空之后 其实资金也会开始回过头来去进度到航太产业 因为整个上中下游 这边会有起的一个连锁效应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注农的股价非常强势 或是可以看到保一压或是工准 这些航太各国 其实相对于大盘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涨势都是大于大盘 所以这个产业大家可以多加留意 那网通这个族群其实我们已经帮大家追踪非常多次 不管是在先前的金牌比比 或是近期的这个古墓奇兵 其实我们都提到这个网通类股 那为什么网通类股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少数下半年还能成长的产业 因为它的缺调形成得到了一个缓解 加上这边政府政策的支持 其实各国政府欧美政府这边 是要大力的提高这个光线的覆盖率 那提高这个光线覆盖率 扩大这个网络的基础建设 还有一些升级的设备 其实这都是以什么 未来营收一个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动能 那另外我们先前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当大盘在出现连续性重挫的时候 你反而要非常开心 因为大盘的重挫 可以帮我们筛选出下一波的主流 那可以看到近期网通类股 其实股价就是没有往下去呈现一个重挫 而这是什么 维持在一个横向的整理 那种强势性的族群 在大盘开始直稳之后 其实资金流入点火的话 其他股价就很容易往上奔出 我们可以看到 致意中壘或是健汉 其实那近期股价的表现 都是相对来的强盛 那大家可以利用震荡的时候 来去试试做个布局 队长的美色 你好好讲喔 你好好讲 我有没有人比花椒啊 大家看一下 天兵好善良喔 不过这种程度的美色 可不能随便糊隆我 队长挖到更厉害的化石吗 当然是有的啊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把吻了 我就大发直辈告诉你们吧 Pikachu 我挖到的是连接器化石 那连接器是什么呢 它是泛指所有电子产品里面 讯号之间的一个桥梁 这边你要A传统到B 需要透过连接器 B传统到C 也需要透过这连接器 所以连接器里面 你不要看它 这个占的比重非常小 但是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刚这个天兵讲到航泰 或是这大兵讲到网通类鼓 其实他们都需要用到这个连接器 那除了这块之外 其实车用电子这块 也是呈现一个高速成长 还有高速传输这块 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那近期的这些需求 带动连接器的产生 是在网上大幅度提升的 那事实上预估说 接下来会以8%到10% 连复的成长率 是网上做成长 那你去想象一下 这连接器已经问世这么久 它还能维持这样的成长率 那其实股价就有想象空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一些股价 其实加者也好 或是加基也好 其实他们股价 就是慢慢的往上去做的电高 所以我们认为 当资金开始流入之后 其实它很容易迎来 一个族群性行情 那请大家把这重点放在哪边呢 放在电动车这一块 因为电动车是下半年 最重要的趋势 不过是队长 直接把航探还有网通 都需要的化石给挖出来了 这一局还是队长 技高一筹 甘拜下风 哈哈 大家不要上庆 赶紧来看看 今天的月光宝盒吧 赶快订阅理财 周刊吧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半 每个小时都有新影片赏家哦 我们还有18位专家 为大家建议答货 还在等什么 赶快加起来吧 那我们这档月光宝呢 是跟车用电子有关的 那其实呢 它的并购案呢 会让它的下半年营霜 大幅增长 那也是因为这基本面的底性呢 其实呢 大盘先前在重挫的时候 它的股价就是维持着一个横向整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呢 大盘在利控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去留一下 强势整理的个股 因为这种形态的个股价在大盘开始指纹的时候 其实它股价很容易顺势往上退出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充满面 就是外资跟投信 进行是持续不断的去做买潮 所以我们认为这档月光宝盒 很快就会发光发亮 那大家赶紧来把握 对党的Telegram Fly1768赶快加进去挖宝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古墓清兵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